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卡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一拳超人英雄之路 最新的放置型RPG手遊 旭哥來做攻略 那今天會講這個最快速鑽鑽石的這個秘技啊 有10種方法最快速鑽鑽石旭哥這一攻略都會分享給大家 好這個最拳的禮巴馬以及詳細的兌換教學 以這個遊戲最強的首抽推薦啊 好用的這個神角推薦給大家 那開局就可以拿到大量的這個轉蛋券 鑽石還有很多隻神角啊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馬禮品馬對話馬遊戲的虛寶許號獨家最新 好那旭哥來講這個遊戲最全的禮巴馬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 我們首先點畫面左上角人頭 點進來之後我們點畫面右下角這個虛寶馬 這邊就可以輸入禮包馬了 那我們就輸入這個opmfns1000 這個opmfns然後後面輸入這個10000 按確定 接下來按這個確認 就可以領到這個好用的100鑽就可以拿來抽轉蛋 好那我們現在抽一下手抽啦 來我們的第一個抽 他可以選第1排第2排第3排第4排 他是用這個販賣機的這個概念 蠻有趣的 這個算還算有創意 販賣機 好那我們拿到這個傑諾斯 這隻算蠻好用的角色 好那接下來來抽一個十連啦 十連手持是必送這個菁英角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販賣機 他掉完之後會怎麼樣會補貨嗎還是會怎麼樣 蠻好奇的 這個轉蛋機是算蠻新的 好 中了這個睫毛 噢疫苗人 好那序哥來分享一下前期鑽鑽石的很好用的技巧 這個獨家秘技分享給大家 到這個角色這邊呢 選這個 右下角像是陣容推薦啊這邊有這個金灘號 點進去他有這個膠血啊你還可以獲得這個鑽石 然後接下來像是右下角的圖鑑一樣你有抽到新角色點進來的話 他就會直接給你100鑽這樣圖鑑啟動的時候 非常好用的這個技巧 那就可以拿到很多鑽石 你只要點進來看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開局呢就是透過這樣可以拿到很多鑽石 像是剛剛抽到這個睫毛嘛 蛙男 然後一些新角色 這樣就可以拿到很多鑽石了 所以這樣拿一拿就已經5000多鑽了 非常好鑽 好那在畫面的右上角呢有這個郵件 那郵件呢有這個像事前預約的這個達成獎勵這邊都有很多好東西 像是有1000鑽啊10個轉彈券 還有這個力量結晶 再來這邊也是有這個800鑽啊10個轉彈券再加上這個角色經驗值 還有很多這個鑽石啊然後像是這個精英 稀有啊這角色的碎片 稀有角色碎片 都可以在這邊獲得 那這個是好用的地獄的吹雪這是台港澳專屬的限定角 那也可以免費入手 所以大家記得到這個信件去領取這些 福利那旭哥就把它整理給大家 開局福利 總整理 好那接下來畫面的右上角任務嘛 那每天解任務的話都可以拿到很多的資源像是鑽石啊 然後一些碎片啊 還有這個轉彈券 那這個一定要解一下 再來這個里程也會有比如說通關這個第一張 那就可以拿到像是這個友情禮物啊還有這個鑽石 那這個也都是鑽鑽石最快速的方式 再來這個畫面的左上角 像是活動 活動有這個新手任務嘛那這個是 7天限定的 那通關的話就可以拿到鑽石啊或是你解一些任務巡弩啊什麼都可以拿到這個角色碎片鑽石 然後每天會開啟這樣所以大家一定要來這個左上角 解這個新手任務 再來呢這個 可靈獎這邊 只要上線這個石段就可以領取 大獎像這個可以領到鑽石 那之後又可以繼續領下去這是 5分鐘可以領一次算是蠻不錯的福利線上福利 看一下活動 那還有這個分享角色呢可以拿到這個 銀牙 也是不錯用的神角 然後新手訓練的話呢他有一些這個客製的教學 那他這個也可以拿到這個鑽石你只要進去學一下 進去訓練就可以拿到鑽石 有時候像站位啊控制啊然後教你怎麼bub Debub 這些教學這樣 順便可以練一下 好那快速的推主線也是賺鑽石的一個很好的方式這樣 那下方這個里程碑你只要通關的話呢就可以拿到這個鑽石 然後他就是會說啊這張可以拿到多少鑽石啊轉彈券比如說像2-4 2-8 2-12 然後就可以一直下去就可以領到很多鑽石 這是很好賺鑽石的方式 那還有這個 可靈獎這邊記得線上 在線的話就是領一下 一直掛在上面的話最多可以領到50-50-50-50然後100-100-100-200這樣 這樣加一加應該有 700的鑽石 300-400-500-700-700鑽 還有這個角色類型自選卡這個也是很好用可以自選 科技武裝格鬥超能四選一這樣這個精英角色 所以記得就是沒事就掛機掛一下吧 在上面可以領到很多獎勵 好那新手訓練大家記得來跑一下然後鑽石領一領那最後來講一下這個最強的首抽推薦這個最強角色一定要推一下這個戰力的龍卷啊 CV是這個幽木壁 那這次是很好用的AOE全體攻擊的神角 他的主動技能呢這個鑽石操控可以操控鑽石攻擊所有敵人啊這全體技 AOE然後造成這個四次傷害這樣 然後每次傷害的造成50%的攻擊 那練上去的話呢攻擊傷害會更高這樣然後連擊次數會更高 非常好用 但是這個普通的這個技能呢 超能風暴 攻擊正面所在的這個數列 那對每個敵人造成三連擊 那會受到這個龍卷80%的攻擊傷害一樣是練上去這個等級越高傷害會越高 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個被動技能最強的超能力者 他的自身的暴擊會提高20%那練上去的話暴擊最多可以提高到30% 而且每次造成暴擊的時候呢 攻擊者在本場傷害的這個受到傷害會提高10% 疊加三次 很實用的這個傷害輸出的被動技能 再來這個念力衝擊 普通技能呢必定會造成這個浮空 而且有50%的機率會追打這個浮空的技能造成80%的攻擊傷害 然後使這個攻擊最高友方呢還有這個攻擊還有暴擊提高10%然後兩回合 那練上去的話變成這個15%的這個加成 好那今天這個最速的鑽鑽石的攻略呢就分享到這邊 那大家記得訂閱頻道 砍旭哥手遊攻略那我們下次見